该好酒贪杯 那就是一夜里的贪 就是贪污 最后喝醉之后发脾气 这是称为酒令神魂 饮之过度甚至不省人死 这预知 头脑不清楚了 酒喝多的时候就发酒疯 可今饮酒一物了 长余三毒并行 这饮酒里面 为什么佛要治 饮酒为仲介 倒立在此地 饮酒本身没有过失 它能够连带生起贪汕池 饮中的会犯到杀到饮 杀到饮那个动机都从贪汕池来 所以久为哲解 世尊 为防御 行人 无论在家出家 修行人 不破戒 不走物 从舍山里讲 就不走物 无界里头不破戒 酒这一戒就 赢给你遵守 师尊 这个意思 我们要能够懂得 自知之既 命酒有是过 这个饮酒 慎征过是 这些 也都是常见 只是我们 粗心 大意 没动使 机缘 第一 颜色物 酒喝了之后 脸很难看 尤其是喝醉 别人看到的时候 应我 无礼 第二呢 少恋 酒醉之后 东倒西外 站都站不稳 这是非常明显 三呢 言识不明 言化了 看不清楚 第四 心诚会想 为什么呢 情绪不能控制 这个时候 怨恨心 很容易生气 他有抱怨 酒喝了 醉了 无法控制 自己神志不清 有所谓 酒后出真意 讲真话了 没有法子 隐瞒了 全都泄露出来了 要沉 第五 怀疑自身 对你的肆意 有伤害 特别是经常 实际上 任何肆意 为什么 酒醉的时候 不正常 酒醉的时候 说谈生意 谈判 很容易出麻烦 不正常状况之下了 这言语 能做事吗 如果真的签了约 签了字 后悔 莫及 第六个 症疾病 有过度的饮酒 有极性的病 有慢性病 如果是常常 好酒的话 身体 怎么可能会好呢 那第七 一 都 送 我们讲 大豆 孕恨 发作 尘毒 这时候会爆发了 不饮酒的时候 才能控制 饮酒之后 不能控制 第八 五 名称 名称是别人赞叹的 常常醉酒的时候 没人赞叹他 第九 智慧少 这就是愚痴 第十 命中 躲三窝道 前面这九种是痛啊 你现前手点 死了以后 这叫烧啊 躲三窝道去了 其中 第四 第七 是臣 第九 是吃 有事人 就能乱性 只 就能 迷乱 人之心意 如善良的本性 这是真正的 这是中国古人所说的 顾令人走 中国 古时候 宴会当中 都有酒 但是这个酒呢 酒精度数很低 你不会喝醉 在宴会当中 如果发酒疯 那多难看 但是酒又不能少 所以古时候 这酒杯子 它当中做两个书 你看 古时候 这个 饮酒的这个杯子叫酒 它有两个书上来 这叫什么 这两个叫纸酒 你喝的时候 它就套着人 你没办法干杯 你只能够喝一点点 它真的给你挡住了 这古时候人呢 他很聪明 他做出这些方法 就是告诉你 是要用是理解 但是 表示意思到了就行了 那 决定不许可你喝醉 所以 但酒是美 这美是美食 美食来下酒 本身呢 即是贪吃而赌 故饮酒又饿了 时间一夜散火 故上之脸说 为开火之意儿 实际上 确实是相同 所以 我们学 这一节经文 这两个意思 统统都估计到了 小时 有在帮助 一年 再切得快 难以支持你 可别